我讀错了名字,我讀了六成服务,其实是六成管理,9979 我看到业务与其他物馆有少少与众不同,可以说是由概念去查 如果真的新股抽中了这一只的话,就真的是和美 因为现在看看升幅,我记得是升幅一点 累积升了六成了,两天 现在就去到四个一毫八,最高是炒到四个三毫五 三个半,招呼价两个半 其实之前为何忽然会说这一只呢 第一我觉得中长线可以的,第二就是本身 其实我IPO的时候,我是有看过这一只 我是看过这一只,其实也准备说的 不过后面就爆了一只组龙出来,结果就说了 就是祖龙那些,又或者是斯摩尔那些,就没有说到这一只 是的,还有当时其实是不热的这一只 但是没有想过,它不热到,是没有什么超购 然后一开的时候就爆到七彩 OK,这一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究竟六成,至少有三只 在香港,六成中国,三九零零,另外六成服务,二八六九 第二只上的,然后第三只上就是现在的那只,六成管理 那究竟三者有什么不同呢? 那其实可以看看这个powerpoint 整个很简单的powerpoint和大家讲 那见到六成管理,究竟有些什么 就是它是属于一条产业链的哪一部分呢? 第一个,买地,起楼,卖楼,管理,最主要就是这四部分 那你买一块地,一定是阿妈买的,六成中国买的,OK? 那它是出钱的,但是你可想而知就是买地要借很多钱 是的,所以它的资金负担是很重的 所以就要拆了? 是的,所以三九零零其实是不停缺水的,OK? 好了,所以它就要拆了,第一件呢,它是早几年呢 它是第一个,基本上是第一个物馆来的 就是二八六九六成服务 拆了出来,然后做后面那一部分 那条产业链的最后,就是做管理的 是的,就是做管理的 就是全部打好,交给它管理的 是的,这样 然后现在呢,中间那一部分呢 也都抽出来,就分拆了 是的,那做管理,那管理是什么呢? 就是管理起楼那一部分 嗯,其实我看回一些详情,它就真的很特别 它连那些marketing,它都会做完 没错 譬如你整个屋园的市场定位是怎样的 是 接着你的计划又是要怎样去计划 接着人力那些,即人力资源管也是关它的事 其实很多都关它的事 是的,就是它是怎样呢? 它是你除了一块地,然后它会帮你设计 究竟,喂,这里周围附近 其实就没有一些什么中产的楼盘 那它就建一些叫做低密度一点 然后可能是贵一点的,每间大一点的 就是究竟整个楼盘的定位 你怎样去用那块地,令到那块地最值钱 OK,它就会帮你做这些东西 另外是做brand building的东西 是的,怎样去宣传这个楼盘 是的,另外一方面究竟它怎样建 它就会找一堆楼监工 然后回来帮你监工 即招标有关它 没错,其实你可以当它是一个盘头 大盘 它会再外判一些项目出去 但它会找人去监察究竟你做得怎样 又是监工 是的,所以它是卖着什么呢? 它是卖着Nordage 即是卖着一个轻资产的紫色型的公司 另外就是卖楼的定位是怎样的 市场是怎样的,市场是怎样的 市场都会帮忙做卖 所以它是变成中间是楼盘了 上面就是妈妈买地 然后下面就是管理 因为管理其实有些六成服务 其实都会帮你去做卖楼的东西 所以它是做了中间那段桥梁 去帮你连接上下游的行业 而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全港现在上市的公司 都没有一间是在做这一件事 所以它们叫做代建 代理帮你去起楼 叫做代建第一股 即是香港的第一股 第一只股份 而它本身也是中国最大的代建公司 卖着市场是四成的 除了你说它接了六成的单 回来做之外 亦都可以摘政府 摘政府的那些 和摘第三方的那些 是的 即是有些小的发展商 它只是够钱卖地 但是它又不知怎样整 你可以帮它 是的 你可以帮它搞败 那怎样赚钱呢? 就是它卖在楼之后 你分回 是的 不过商业的部分 就是佔了主要为主楼 是的 七成 即是帮妈妈起楼 又或者帮其他发展商起楼 是的 政府那边就是少一点的 好的 去到去年 看看数据 去年年底 260个代建项目 是全中国最多 即是内房来说 是的 代建项目最多的股份 是的 另外就是2019年 2019年 就赚多少钱呢? 赚3亿多 是的 赚3.9亿人仔 你可以立刻看回 它现在80亿市值 我当你4亿 我当你赚4亿港元 20倍PE 不贵 是的 即是如果你是卖轻资产的话 你可以看回 那个叫什么 六成服务 六成服务269 你可以看回 它也是在卖自息型 轻资产的东西 它的PE是多少 预差PE36倍 是的 就是你这样计算PE 那不算很贵 不贵 如果你说20倍PE 其实不算贵 不算贵 当然了 你说是否即是 列 Imperator 6成 便便便买 是的 它还是会返回 不是太担心 你便返回一成便买 是的 其实这些 两天充了那么多 正常都会返回 中间的股票是很难炒的 是 都会震的 尤其是六成系的股票是难炒的 是 269 为什麽我都不说 是因为这些股票很难炒的 其实今天也很难炒 看到它升了两件 但其实它上影线劲 是 9.7 回落下来 所以这些股票本身就是六成系的股票 都是难炒的 你买来买少许买去坐是可以的 尤其是它现在本身不贵 只有20倍PE 如果今年有两三成的增长 就更不贵 即是变成十多倍PE 它有什麽对手呢 其实它的对手有几间 可能迟下都会分拆出来上 例如华雲智地 1109 另外有瓦居乐 三三八三 另外还有建业地产 甘地主要是在大陆 以前香港也有一只甘地相置 也有少许的 建业地产 建业是否建业新生活 是呀 妈妈 832 建业地产 100亿市值 相对来说 它们的代建就小很多 相对于内房股 为何你会选择这一只东西 而不选择内房股呢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负债轻很多 即是不怕它可能会配股 是的 因为买地一定不关它事 而且它是首先要给一大块钱 它去做监工那些 所以其实是 它本身是 在做一个卖技术的生意 是的 负债会轻很多 另外就是 麻均会高很多 是的 因为一般内房 买一层楼 麻均大约是25至30 但是它是做到46%麻均的 如果是这样计划 其实这个业务反而是 赚得多一点 没错 是的 所以就拆出来很正 没错 其实它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业务 代建那一部分业务 其实占销售价 已经是六成中国的三分一 是的 即是整个收入的三分一 所以是它将一件很值钱的东西 拆出来上 但是也没办法 为什麽呢 因为它真的缺钱 所以就要拆一件东西 收回几十亿 然后还债 还回给妈妈 是的 所以其实是 这盘生意 尤其是它本身是第一间 它是合理地 应该会有一个premium 是的 这样 所以另外 和物馆也有协同效应 为什麽呢 因为它帮你起完之后 它很顺理成章地 就是说物业管理 我们也很有经验 我们帮你找到六成服务 即是做到六成服务 没错 即是一条龙 带上物业管理的业务 这个也是一个 挺不错的 business model 是的 大致上说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东西虽然就升了很多 今天说不及了 星期五升了三成 今天又升了两成 但其实是否可以当它是物馆去查 例如见到物馆整个社会上升了 那可不可以又可以买一下它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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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独来独往的那类 因为它只有一只 整个社会里面 它做这一部分 只有它一只 是的 如果物馆炒 可能会炒物馆 炒完后 可能会到它 明白 是的 但因为现在是新市坑 至少炒两三天 大家如果说要买的 可以给你个位置 我一般而言 如果你说只有两只阴阳烛 我就看五分钟图 是的 另外就 等一下 是的 五分钟图都可以的 今天你可以用回 不怕回得深少少 大约三个三都可以的 三个三 是的 三个三 这样 可以用着这个位置 是的 买了就放在这里 分钟图都是三个四 好 三个三 三个四 可以在这些位置买的 是的 买了就放在这里 因为只有它一只 对 分钟炒到完全离开 那如果物馆其实 多谢收看Tasty Money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留言给我们 和上网上Facebook和IG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 Tasty Money 我们下条片见